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善才胖子节目 这一期是我们善才胖子节目的第一期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大家最近都听到比较多的名词 它是什么呢? 它是时间和钱组成的一组关系 它就是利息 大家虽然每天听到都比较多 尤其是最近各种央行的利率 储备银行的利率 包括你家房贷的利率 车贷的利率 信用卡等等等等 但是你真的会算利率吗? 现在咱们往下看 其实利率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 早在公元前1700多年以前 在汉莫拉比法典的那块石头上 就记载着关于怎样计算利息的故事 那么你真的会计算利率吗? 给大家出一道题 假如你向别人借了12万 比如说他向他借了12万 分12期等额本息还款 每期一个月 每月还款额呢 是11000元 12期一共还款 13万2000元 那么我的问题是 此次借款的年利率是多少呢? 大K位 要给小K位 支付的年利率是多少呢? 在大家算的时候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刚才提到的等额本息还款 等额本息还款呢 它对应的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选项 叫做等额本金 之前可能有很多人都对等额本息等额本金 有所混淆 那么我希望看过我的节目 是大家对这个名词 或者这个概念混淆的终结 所谓等额本息 其实它是等额本息之和的缩写 如果你搞不清楚 在后面加上之和就可以了 等额本息就是等额本息之和 也就是说你每次还款的总额是相同的 那么等额本金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你每次还款的本金是固定的 不管是按月还按季还按周还两周还 只要每次还款的本金固定 那么它就是等额本金还款 由于本金固定 所以你所还的利息是浮动的 所以每次还款的额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区别主要就在这里 如果你对这两种还款感兴趣 希望做一期节目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么刚才那个题 我给出三个选项 可能大家也做的差不多了 A选项年利率10% B选项年利率9% C选项年利率18% 你们有答案了吗 那么在说答案之前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利率的官方定义是什么 利率呢 利率呢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利息额与借贷资金 也就是本金的比率 比方说刚才说的选项 A那么大家一定是这样算的 因为12个月 一共还了12000元的利息 对吧 因为总还款额是13万2 那么利息是不是12000呢 那么用12000除以12万 0.1% 10% 没毛病 选项B 利息12000 本息是32000 出下来9% 有毛病吗 可能有点毛病 那么选项C 是不是夸张了呢 咱们现在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Westpac银行 也就是大洋洲最大的银行 它在线上有这个利息失算的计算器 当然大家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种利息失算的计算器 这个模型里面 比方说你买了一套总价24万元 货币单位可以不用管的房子 首付12万 借款12万 分一年12期还完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借款12万每月还款 看到吗 Monthly Payment 11002块 那个2块可以忽略的我觉得 那么你的PA 就是Pro Annual 年利率是18% 选项C 那么很多人都在问 刚才给出的那个定义 用利息总额除以本金的那个算法 是不是有毛病呢 这个里面到底支付了多少利息呢 这个模型之中 所以咱们要看 还款表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表呢就是还款表 大家可以看到每个月所还的月供是一样的 都是11000元 多的这1块6可以忽略 然后每次的本金大家仔细看是变动的 在第一期还款 在第一期还款的时候 还了本金9201块6 同期还了利息1800元 然后呢 大家慢慢往后看 每个月所还的本金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月所还的利息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总共的12期里面 一共还了利息12000 19块1毛9 也就是说利息总额是12000元 没有毛病 本金是12万 也没有毛病 那为什么年利率是18%呢 毛病就出在每个月你都在还着本金 只有最后那一个月归还的10839块 这个钱应用了12个月 其他的都没有用足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仔细想一想 那么基于这个 我希望抛砖引语大家去想一想 检查一下自己的贷款 比方说信用卡的利率 经常有人会接到电话 我爱刘先生你好啊 我们这里信用卡可以分期还款呢 很低啊 手续费很低啊 只要百分之百分之几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静下来 算一算 到底这个手续费 合下来年利率是多少 或者你直接问他年利率是多少 他可能会东绕西绕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正规的银行机构 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真正给你的年利率 和你想象的年利率差别巨大 还有电话推销的这些金融理财产品 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金融理财产品里面 就是你存钱去这些机构的 应该不叫存钱吧 应该叫投资 因为他不是储蓄 他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七天年化收益率 或者有的干脆叫最高七天年化收益率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什么叫七天年化收益率呢 就是他选择某一个七天 这个七天内的利息 年化最高值 比方说你存一万块钱 一年 某一周 这七天内 你的利息收益是一百块钱 诸位觉得多吗 也就是说一百元放在七天里面 平均每天的收益是十四块两毛钱 货币单位不管 不管是人民币 纽币 澳元 令吉 美金 加币 无所谓 每日的收益是十四块两毛钱 那么他的最高七天的年化收益率是多少呢 你要用一百除以一万 再乘以五十二点一四 结果就是五十二点一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只要在某一周内 有稍稍高一点的收益 就可以把最高七日年化收益率提的非常非常高 当然 这个所谓的七天年化收益率 还有最高七天年化收益率 还有很多的坑 大家可以自行的上网搜索学习 这也就是我们善才胖子这个节目 希望带给大家的一种作用 就是抛砖引玉 让大家发现 其实自己每天接触的一些东西 自己其实没有搞明白 而往往这些小的概念 会让自己掉到很大的坑里 其实利息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 走了很久很久的一件东西 其实利息是对时间的认可 是对努力付出的认可 利率也是世界各国 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 利率的调整 联系着千家万户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对待利息 了解利息 了解利率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么回到我的问题 我在隔壁有一个频道 叫做善才狮子 那里是诵读法华经的 我读诵白话文的法华经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更接近于智慧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只有金钱是有利息的吗 其实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 时间不断地流逝 不只有金钱有利息 所有你欠的可能都有利息 今日所欠不等于明日虚幻 所以今日能做 请莫拖延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大家点赞 收藏 关注 如果喜欢 请大家推送给别的朋友 谢谢大家